以只直径为5厘米的半圆 向上旋转45度 求阴影部分的面积 班老师分享过一个万能的方法叫 加减法求阴影部分的面积 我们发现这个阴影部分等于 这个图形的整体减去空白的部分 也就是半圆的面积 而这个半圆经过旋转得到了这个半圆 那么我们就把问题转化为了 这个整体减去这个半圆 相当于这个整体减去上面的半圆 那还剩什么了呀 看一下不就还是一个扇形吗 于是我们就把球阴影部分的面积 转化为了球 这个大扇形的面积 这个大扇形的面积是半径为5厘米 圆心是45度的扇形 那就是八分之一个圆 八分之一πr平方五的平方 你听懂了吗 这个继续的面积 就像这个继续的面积 然后来这边的面积 带走好 在那边的面积